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台南市东区东盛里内两家餐饮店加入该里爱新餐厅行列,二餐饮业与安平同纪会从3月起透过里长黄英慈协助筛选服务对象,东盛里或其他里里长筛选有三餐温饱问题者可向黄里长索取爱新餐队换券领餐,黄英慈表示,这样能照顾到没有政府低收入户补助的边缘户。 东盛里长黄英慈指出,三年前他开始推动爱新餐店家活动,之前里内已有早安美之城,词汇素食与川海面殿等三家餐饮业者先后加入。 今年3月起,平时生意很好的赋农节二段大牌党自主餐及中华东路二段七十三项十方锅贴素食成为该里第四家、第五家爱新餐店家。 黄英慈与安平同纪会合作,由同纪会会员捐助一份五十元的餐点,累计数十份到上百份十,就与爱新商店合作。 由爱新店贴补,提供每份市值七十元的爱新餐点给弱势民众使用,等于同纪会与餐饮店都一起做出爱新贡献。 黄理常表示,政府给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社服补助,但许多真正弱势的家庭,因为没有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资格,成为社会边缘户。 有时连三餐都出问题,缺乏社会关爱,该理做的主要针对弱势,独居老人,吃饭不方便或家庭突然发生变故。 一,两个月没有收入的急难救助户提供餐券兑换餐点,因为业者都相当低调不愿,声张只希望能做到的尽力去做。 爱新参业者把餐点兑换券交给李长黄英慈,透过李长协助筛选真正需要餐点的家户或民众。 黄英慈说,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果然是人,很感谢同纪会员与里内爱新商家的付出。